讓乃飛揚 白展滿載祝福的天燈一起飛揚 這是每年平溪天燈節 最令人感動的時刻 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以堂堂邁入19個年頭 每年都吸引無數國內外遊客造訪 今年活動將在2月11號元宵節當天登場 副市長業會請邀請大家一起來平溪玩 雖然19年可是新北的平溪天燈節 還是保有非常強大的觀光的魅力 非常熱門 這是因為第一個大家非常期待 第二個是新北的管理局 每年都有一些創意導入每年的平溪天燈節 第三個就是我們新北的平溪天燈節 每年一定會遭遇新的觀光客 新的加入者 新的參與者 為了讓平溪地區維持一整年的觀光熱潮 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今年特別規劃兩場的天燈活動 除了2月11號元宵節外 也將於10月4號中秋節舉辦 元宵節跟中秋節都象徵著 團圓 家人的團聚 幸福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年的第一場 我們會在2月11號就是我們元宵節來舉辦 那第二場我們會在下半年 就是在中秋節10月10號我們來舉辦我們的 天燈節的第二場搭起的活動 那這兩場活動我們都會跟國內的主要的旅行社 還有交友協會共同來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調整 讓平溪天燈節不只是在冬天 而是能夠全年的365天都能夠充分的來吸引國際的觀光客 平溪地區之所以受到歡迎 不只是天燈而已 更要歸功於極具特色的三層美景和歷史人文 為了讓遊客能玩得盡興 脾氣商就也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動 希望每位旅客都能留下幸福快樂的回憶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